从下星期一起,乘坐地铁或巴士不付或少付车资的乘客将面对更重的罚款 罚金将从目前的20元提高到50元 公共交通理事会发表文告说,从下星期一开始 当局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付搭地铁或巴士时不付车资的乘客 罚款将提高到50元,那些企图不付车资的乘客也将受到惩处 比如尾随其他乘客挤进地铁闸门 即使还没有搭上列车,也被视为企图不付车资 当局会对这类乘客采取行动